大家好,午安,然後我今天要報告的是PRML的第11章 那其實在讀這本書之前我是完全沒有聽過貝葉斯 那我今天會從一個就是我 就算我分享從完全不知道貝葉斯 然後從一些比較基礎的東西開始跟大家分享 那我開始我的簡報 然後我首先先開始講一下什麼是Believe 我們假設丟一個硬幣出現正面的機率是C塔的話 那如果那一枚公平硬幣出現正面的機率C塔就會是0.5 那我們對於中央駐一場製造出來的硬幣 我們通常會覺得它是一枚公平硬幣 所以說我們會把我們的Believe寄為PC塔等於0.99 表示我們對這枚硬幣出它的C塔是0.5的Believe是很高的 那如果我們這本硬幣出現正面的硬幣出現 那如果我們這本硬幣是從魔術用品店買到的話 我們就會覺得這個C塔是0.5的Believe就會很低 那我們就會計成PC塔等於0.01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會講一下Join Probability跟Marginal Probability 那這一張表呢是一個路邊隨機的抽樣調查 那就是不同眼睛的顏色跟頭髮的顏色 然後占的比例 那這個表中每一個元素呢都是一個Join Probability 就是P1.0.h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其實如果 每一個列它的它的加總呢就會是 像是那個眼睛是Brown的話 然後它不管它的髮色然後加總起來的話就會是 這一個眼睛顏色的Marginal Probability 那對於對於行也是一樣 這樣子直接整個加總下來的話就會是 一個顏色的那個Marginal Probability 那我接下來講一下Conditional Probability 那Conditional Probability就是我們已經先 就是如果已經知道一個人的眼睛是藍色的話 那我們要計算出它可能出現各種髮色的機率 那計算的方法就是每一個元素 這一個藍色眼睛它原本的Join Probability 除以這個眼睛它的Marginal Probability 就像下面這條式這樣子 那個固定 固定眼睛的顏色那它出現頭髮顏色它的計算方法 就是每一個元素除以Marginal Probability 那我們也可以發現說這一個Row加起來的話 這一個列加起來它的總和會是1 那因為我們剛剛看的例子是離散的值 所以我們直接用Sigma就可以做計算 如果假裝說我們今天做的計算是一個連續的值的話 那我們就會用計分來做計算 那接下來講貝越斯定理 我們延續剛剛上面那個頭髮顏色對不對 眼睛顏色的例子 那我們如果只先看某一個 就是固定某一個頭髮顏色的話 那我們可以算出這個 就是它的Join Probability 出於Hair的Probability 然後我們稍微把這個PH搬過來一下的話 就會可以看到這個Join Probability 然後會等於這個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乘以Hair的這個Marginal Probability 那對於固定眼睛的話也是一樣 我們也是做一樣的操作 先算出Conditional Probability 然後再做一個1項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又得到一個Join Probability 然後這兩個因為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重新寫成這一條式子 那在最後做一個1項的話 我們就可以得到貝越斯定理 那貝越斯定理它最有用的地方 其實是在於如果我們的堂式資料 然後每一個Raw是一個Parameter的話 那我們可以利用 我們這時候就可以利用我們蒐集到的資料 來更新我們的Brief 那這裡在貝越斯定理裡面呢 它這些每一個項都有一個自己的名稱 那我們用貝越斯定理 我們通常都要找的都是Posterior 然後我們通常會有Pyro或是Io likelihood 那其實整個貝越斯定理裡面最難說的其實是Evidence 那後面我們會講一些方法如果去避開計算Evidence 就是這一個項 那我們先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來做來看貝越斯是如何去更新我們的Brief 我們先假設Gamma是如果硬幣 丟硬幣然後硬幣出現頭 那我們就把Gamma 設為Gamma就是Gamma等於E 就代表硬幣是頭 那個硬幣是字 我們就是Gamma就是0 那Gamma只有兩個字就是0跟1 它中間它沒有它不會出現小數的樣子 所以說如果出現頭的機率 我們就是寫成PGamma等於E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在算機率的時候 常常都是直接把丟硬幣的機率 出現頭的機率直接把它寫成0.5 但是其實在現實生活中 這個機率0.5 其實是靠統計的資料來獲得 我們是不會直接知道這個硬幣的出現頭的機率 到底數是0.5 所以我們直接先假設這個硬幣 那個新拿到的一枚硬幣 它出現頭的機率是θ 那我們用數學表示 就是出現頭的機率為θ 這個模型 就是PGamma等於1 Untraditional probability等於θ 這個模型 不一定要這樣寫 但是在這裡呢 這樣寫對後面的計算是最方便的 然後因為各種事件發生的機率的總合必須1 所以出現字的機率 它就是1.θ 然後如果我們把這兩個 綜合這兩條式子如果要綜合再寫成一條的話 就是寫成下面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發現如果 Gamma等於0也就是出現字的時候呢 這一項就會變成1 然後就會回到剛剛的這裡 那如果Gamma是1的話 這項就會變成1 這項就會變成1 然後我們就回到上面的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要定義likelihood 我們假設這個硬幣每一次丟值 然後出現正面或反面是完全獨立的事件 那因為完全獨立的事件 它的機率是可以直接相乘的 然後我們丟硬幣它出現 出現正面反面的那個事件 我們記錄為一個set 然後寫成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可以用剛剛獨立事件可以相乘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事件全部撐起來 最後呢就可以獲得這一個式子 那我們這就是我們的likelihood function 然後其中這個hats就是你丟值 假裝丟值10次硬幣出現幾次頭 那這個就是tales就是丟值10次出現幾次字這樣子 那定義完likelihood function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定義我們的pyarrow 我們為了先簡化問題的話 我們先把我們的set做成是離散的 其實應該set應該本身應該會是連續 但是這裡簡化先是做離散 也就是說set 我們先只考慮它是0.1或0.2 然後直到1.0這樣子 我們的pyarrow就是ptheta 那它代表就是我們對這個硬幣 它不同的theta的brief 也就是說 像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圖 如果做成圖的話 如果我們覺得這是一枚公平硬幣 那它在0.5這個位置 它的pyarrow的值會最高 因為我們覺得0.5 這枚硬幣最有可能它的theta就是0.5 那越遠離0.5的話它會越小 就是最極端的狀況就是ptheta它是0 theta等於0的話 就是說它每次都只會出現字 那我們覺得對這枚硬幣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邊的極端例子就是每次丟它只會出現頭 我們也覺得對於這枚硬幣來講這個是不可能的 然後我們剛剛算完的likelihood function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收集我們的資料 就是開始丟硬幣 我們先丟了一次它出現的頭 所以記為γ等於1 把γ等於1帶到我們剛剛的likelihood function裡面去的話 我們可以先得到這條新的式子 因為現在D它只有一個數 只有一個資料就是γ等於1 然後這個把γ等於1放進去之後 我們就會得到這條式子 那這條式子畫出來的圖形就是長像這樣子 那結合剛剛的Pyro跟那個likelihood的圖呢 然後最後我們再加上pd 我們就可以計算出我們的posterior 然後就會得到像右圖的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原本的Pyro是長這樣子 那最後因為丟一枚硬幣 我們更新我們的brief 它開始可能如果假裝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開始慢慢機率變高 如果我們丟了10次每次都出現 都是出現頭的話 這一個posterior就會慢慢的開始往E 這邊開始移動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利用BS我們可以利用資料來更新我們自己的 對這面硬幣的brief 那其實前面的例子是簡單的 我們可以用一些解析節來做做計算 那其實說對現實生活的問題的話 可能是多參數 那要尋找解析節幾乎是不可能 那我們利用現代的電腦可以讓我們用近視的方法來計算posterior 然後我先介紹Motropolis 那這個演算法呢 我們用一個故事來講 就是假裝有一個7個島嶼組成的國家 然後它是連續的長得像下面這樣子 那有一個政客希望到處拜訪這些國家 但是他有一個希望 就是他想要花最多的時間 在人口最多的島嶼上面 但是政客對於這個島嶼上 到底人有人口有多少 每一個島嶼人口多少他是不知道的 他唯一能夠有資料就是他到某一個島嶼的時候 他可以馬上他可以知道隔壁兩座島的人口數 跟他現在這座島的人口數的比值 就是他可以知道隔壁兩座島誰 誰比較誰的人數比較 比他現在帶的這座島還多或是少樣子 那於是他用一個方法來決定他 要怎麼移到每一天要移動 要怎麼移動到下一個島 首先他會先丟一枚公平的硬幣 如果出現頭的話 他就會去東邊 那如果代表字的話 他就會去西邊的 出現字就是代表他要去西 他的目標是西邊的島 出現頭就是代表今天 他的目標是去東邊的島 那決定要去哪一個島之後呢 他要開始做比較這個島的人口 目標的島的人口跟他所在的島的人口 如果目標的島的人口比他目前帶的島的人還多 他就馬上就出發 假裝這邊他現在待在這裡 那這邊的人比較多 他會立刻就出發 那如果比較少的話 他就會把要不要前往那座島的機率定位 所以要去的那一座島 出於現在這座島的人口 人口就是要去的島的人口 出於現在島的人口 就是他要不要去的機率 然後他會拿出一個公平的轉盤 上面有0到1 0到1之間的小數的數值 如果說這個轉盤的數值 小於剛剛我們算出來這個前往的機率的話 那就出發 如果是大魚的話 他就直接留在原本的島 他就不做動作 直接留在原本的島 然後過完一天 然後我們用電腦模擬他這一個方法 我們可以發現 下面這張圖 最下面這一張是真實的島嶼人數 那這個是電腦去模擬他這一個 這一個演算法 他這一個方法去 他會拜訪的島 那每一個點就是他 這個是每一天 這個 time step 是每一天 然後呢這個 seat 就是每一個島 然後代表說他每一天他去哪一座島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六七這邊 他其實密度是很高 表示他真的是在六七 右邊這些島 他待的真的比較久 那最後文化的圖的話 就是他真的在六七這邊 待的是比較久 雖然他完全不知道這些每一個島的人數 但是利用這個方法 他可以確實的達到他的目標 就是他待在人口最多的島的時間 是最多的 那MetaPolice這一個 如果我們把剛剛那個例子 就是那個P 要不要前往改成我們的Posterior的話 我們可以大大的簡化 那個貝葉斯 要尋找Posterior的問題 因為在貝葉斯裡面呢 其實我剛剛提到他最難 他最難找的就是 最難算的就是他的PB 就是這一個 這一項 這一項其實最難算的 因為如果是連續值的話呢 他可能會牽涉到一些複雜的計分 有時候甚至 是算不出來的 非常的難算 那利用MetaPolice這個方法 我們可以免去計算這一項 那我們如果要利用這個方法的話 我們有一些條件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能夠決定 我們下一步要去哪裡 就是我們把它計為SETA的Proposal 我們把剛剛的 現在SETA是代表島嶺 那我們現在SETA代表我們的Parameter 那也就是說在 就是我們剛剛政客 他用丟硬幣決定去東邊或西邊這個島 那這個動作 他這個要去計算SETA Proposal 的那個 跟機率的關係 我們可以 我們就叫做Proportional Distribution 第二個條件是我們要能夠計算 我們要前往的目標 跟現在的位置的比值 也就是像剛剛政客的例子中 我們要能夠計算出人口數的比值 那如果套用到貝斯 influence的話 就是我們要能夠算出這一個的比值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個前 前面這一個是Likehood 那後面這一個就是Param 所以說呢我們在 我們貝斯變簡化成 我們只需要知道Likehood 然後還有Param 我們可以算出我們的Posterior 我們不再需要去算Evidence 那一個非常難計算的Evidence 然後第三個條件就是 我們要能夠隨機產生一個 介於0到1的數值 來決定我們要不要留在原處 或是前往下一個地方 像剛剛政客的例子裡面的那個轉盤 我們要有一個方法可以決定 到底要不要前往 就是剛剛講的 我們最關鍵的其實就是第二步 這一步 Metaproduce這一步呢 大大的簡化 我們計算貝斯 貝斯在計算Posterior的這個複雜度 因為我們可以免去計算這一項 我們只需要知道Likehood跟Param 都可以計算Posterior 那剛剛有提到Proposal Distribution 在前面政客的例子中 我們是只是用銅板來決定去東邊或西邊 而且呢 政客他每一次只移動一格 但是其實我們不一定 我們可以不用限制我們要移動多遠 然後也不一定要用銅板 用銅板來決定去哪一個 去左邊或右邊 我們可以畫一個Proposal Distribution 像這樣子 那這個橫軸的話呢 它就是距離 假設這個中心是0的話 就是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 然後呢 這個動軸代表是機率 如果用這個當作Proposal Distribution的話呢 我們可以發現說 越靠近現在所在地方的位置 我們去的機率越大 那如果越遠的地方 其實我們去的機率就會越小 那我們 可以用那個常態分數 如果像這樣子去做我們的Proposal Distribution 而另外呢 我要提的是 這個Proposal Distribution的寬度呢 可以決定我們要移到遠處的機率 假裝如果這個常態分布是很窄的常態分布的話 我們就越有機率往遠的地方移動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Proposal Distribution 對於移動 對於計算Postilio的影響 這個Motipolis 他在計算過程中的影響 首先這個最左邊的是一個 Proposal Distribution很窄的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step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他每一次移動的距離都是非常小 非常小 一小步一小步慢慢去走 一小步慢慢去走 那中間這個的話 他因為比較寬一點 他每一次走可以走稍微遠一點點 那最右邊這個 他的Proposal Distribution 是最寬的 他可以移動很大的距離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他 在這個中間呢 其實他移動的小小的小小 因為他其實常常移動的時候呢 他可能移動很遠 移動到很遠 像是他可能在這裡 然後結果他下一步移到這裡 那因為這裡 這裡跟0.8跟0這邊的比值 他是比較小 所以他可能在 決定要不要去的時候呢 這機率就很小 所以他經常會卡在原本的位置 但是如果他能夠移動的話 就一次移動很大一格 就像這樣 像這樣他這裡突然移動很大一格 突然移動很大一格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呢 如果用Proposal 這個Proposal Distribution呢 對於我們去搜尋這個Posterior 其實影響是很大 他是決定我們要花多少時間 可以找到我們的Posterior 他影響我們搜尋的效率 那由此可知我們剛才的那個Metropolis的這一個方法呢 他其實很依賴良好的Proposal Distribution來採樣 如果沒有找到適合的Proposal Distribution的話 他就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浪費我們的計算資源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的是Gips Sampling 有人發表我的問題嗎 請問大家聽得到嗎 不好意思 可以是 我聽得到 人好 不好意思 謝謝你的那個講解 謝謝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就是像我們不斷的做 你剛才談的這個 用Proposal Distribution去取樣 然後得到一個序列 我慢慢可以看看要不要留 然後去得到我們的分佈的 符合分佈的點 那好像他們會提到 或在書上會提到說 我們連續取這些點 它的相依性太強 常常我們取樣的時候 想要取的是獨立的樣本 那這裡有沒有在這些 就是你剛剛講的 這一個很好的例子裡面 會不會堅設到說 我取多少次要丟掉 應該說很多次以後我再 收一次的策略 很多次在收一次的策略的話 會 如果是MetaPolice的話 他是有 有一個 我想一下喔 他們有固定的說 就是說取 我取幾次樣之後 就丟掉幾個樣本這樣子 他丟掉樣本是靠著機率 去決定要不要丟樣本的 也就是說 有點像剛剛政客的例子 他在 如果人口數是相對比較少的話 他用一個轉牌來決定 他要不要前往下一個 下一個倒這樣子 他是用機率來 隨機機率來決定 就是回答你的問題的話 就是他們有一個 像一個規定的 一個規則的 就是沒幾次 都丟幾個樣本這樣子 他反而是用機率來決定 要不要捨棄的一個樣本 不知道這樣子 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我目前 收集到的資料是這樣子 對 謝謝 我本來以為說 除了就是 剛剛講這個很重要的 就是決定我們要不要留樣本的 就現在這個機率以外啊 就是acceptance的這個機率以外 然後會不會說 因為像剛剛您秀的 尤其是我的proposal 的這個distribution很窄的時候 那如果我今天丟值的次數不夠多 我每次都取的話 好像都會在一個很相似的區域裡面 撈到樣本 不過這個我也不確定 就是尤其跳島這些例子 沒有看起來他弄出來的這個分布 又很相似原來我們預設的那個答案 所以我覺得蠻好奇的 您說這個最後得出來的結果 還是跟posterior是蠻像的意思嗎 不好意思 我沒有講清楚 就是說像最左邊這一個 他的proposal的這個分布承載 所以我們是就很保守一點點 那其實我今天如果取的 這一個步數不夠長 我感覺好像丟到的樣本都會 他可能都是算是合法的 可是就會在我們最後面 上面那個 三個都很像那個distribution 他只會在很小區的 橫軸的那個區間裡面 如果取的丟的次數不夠多的話 因為他走的比較少 少短嘛 走的比較短 因為他相似性 而且也蠻強的 就是很類似啦 那就是 不過在您一開始講的那個跳島 那個蠻好玩的例子裡面 看起來最上面那個直方圖 又跟您底下設定那個直條圖 好像形狀都差不多了 所以就蠻好奇的這樣子 謝謝 對的確就是 如果假裝你挑到一個比較差的 proposal distribution的話呢 就會有你剛剛說的問題 就是他會在很近的區域 一直開始做搜尋 那假裝如果你搜尋 那個搜尋的樣本夠多的話 他可能沒有辦法真的很 很好的去呃去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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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慢慢的搜尋的話 其實次數要很長 才能夠真正的去 逼近我們的Positive Reel 的確是會有這個問題 謝謝 對 我補充一下 像這種 Omolikaro他通常 他會有一個前面有一段sample的時候 前面會有一段 就是一個熱身的sample數 所以通常我們會把設定說 前一千個我們sample會把它Drop掉 因為那前面那個根本就是還沒開始去 收斂到最後的 這個Chain 就是最後的Limited Distribution 通常我們會 等到他接近收斂的時候 才會開始取sample 所以前面會有一段熱身的時間 那這個熱身的時間也不一定 就等於你取 你用的Propositive Distribution 就好像剛才這三張圖一樣 就是說 如果你的Propositive 是取了Variant很小的話 他 跨了次 他會很保守 他跨的步數沒有很多 所以他會很慢才會收斂 因為他很久才會 才會發散出去到 你想要的Propositive Distribution 但是如果說你是很發散的 像最右邊那個的話 你的sample的Variant 可能又很大 所以說 所以說其實就是要取適當的 取適當的 他們通常會有一些準則 就是說你要怎麼判斷一個 這種sample出來的 sample Point是不是已經 彼此之間是有independence的關係 或是已經收斂到的解決 他們是有一些 診斷工具啊 透過圖形來做診斷這樣子 謝謝 謝謝 謝謝補充 對這個 我之前沒有 沒有讀到說 這個就是他們有那個暖身的sample 謝謝補充 好 那我就接下來繼續 往下往Gboss繼續講哦 然後 Gboss Gboss Sampling就是為了 就是解決我們 非常依賴Propos Proposal Distribution 對這個問題 Gboss的好處就是他不用人工調整了 他就可以 做一個很有效的採樣 那我們這裡講一下那個 Gboss Sampling的一個 方 那個採樣方法 首先我們要先取得 SETA1 但是我們直接先 隨機抽一個SETA2 然後固定這個SETA2 然後 像這樣子這樣切一個面出來 然後用這個Conditional Distribution呢 去 抽一個SETA1 出來 來決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真的要的SETA1 他剛才這SETA2也是 只是為了開始才 隨機抽的 那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要 決定我們的SETA2 一樣 我們也是固定 SETA1 然後呢 我們 可以切出一個 Proport 那個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然後再從這個 Distribution呢 決定我們 下一步的SETA2 那這樣子我們就決定好 我們 每下一步 它的 參數的值 當然我們這也是用二維的 比較簡單的方法來去解說 那如果高維度的話 就是每一個參數這樣一直輪流 一直从ceta1ceta2到 他cetan的地方 去做重复这个步骤 那刚刚 这个就是吉博斯采样的方法 那其实用这个方法的话 他就可以很有效率的去做采样 然后不会说要依赖刚刚proposal proposal distribution这样子 所以在蒙蒂卡罗方法的话 吉博斯这个sampling是蛮常用的 那我们最后才讲这个马可夫链蒙蒂卡罗 他其实我自己读完之后 觉得他比较像一个概念 那前面刚刚的吉博斯或meta police 他其实比较像是实作 那什么是马可夫链呢 马可夫链就是说他 他下一个状态 只跟当前的状态有关 就像是刚刚邓克的例子 他要移动到下一个岛 他要不要移动到下一个岛 只跟当前的岛有关系 跟他前几天的那些岛的人口是完全都不相干 就是只有现在跟下一个状态有关系 我们就我们把它称作为马可夫链 那蒙蒂卡罗方法呢 他就是利用随机抽样的方式来做 利用随机采样的方式来逼近我们想要求的值 我相信可能大家有看过 就是说用蒙蒂卡罗方法 常常就是我们画一个正方形 然后还有一个圆圈来抽出它的圆周率 就是一直随机在上面画一个点画一个点 然后最后去算它的币值 我们可以得到我们按个圆周率 那像刚刚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用随机的方式 就是目标岛屿比当前岛屿人口还少 所以我们用随机的方式来决定要不要出发 这样我们就称作为冯蒂卡罗方法 那这一张我想讲的其实大概就是NCAC 这一个这个比较重要的方法 当然这一切 Chapter 11 他其实前面还有一些 Important 或是Accept Reject的方法 但这几个方法其实呢 他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 就是说他必须要先大概知道 他Posterior的样长相 然后呢 要找一个比较简单的Distribution去包含他的Posterior 去把它整个盖住 我们才有办法用那些方法 但是其实现实生活中 我们的Posterior可能非常复杂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 我也不知道用什么东西去把它整个涵盖住 所以说真的可能比较现代的方法 他采用那种素质方法NCNC去逼近的话 是比较常见的 那所以我把火力就是集中在NCNC的部分 那到我的分享大家就到这里 那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诶 那个我请教一下 诶 我看你这个上面的材料好像是 有那本那个Basion的书 就是它封面很多小狗的那个嘛 对对 我其实很 很大一部分是参考这一本 因为说如果就是我如果只看prm的话 其实我真的是 我对我来说我是完全没办法吸收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对那这本如果 大家对MCNC或是这个 Bas Basion influence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这本算是 从 无到有可以把它 搞清楚的一本书 这样子 对 人好 不好意思 我想要请问Gibbs 的那个sampling的问题 对 就是就我了解就是Gibbs 就是每次我们会对参数的 例如说今天有两个参数 会有10个参数 每次 轮流或随机的选一个参数 来去 有点像是 随机选 有点像刚刚proposal 的那个distribution 决定我们怎么去跳嘛 对 那这是我们只跳其中一个维度 或是跳其中一个变数特征 这样子 那 右边画的这个东西 指的 这是完全不需要用到 proposal distribution吗 还是说 右边这个是决定我们 跳了以后该不该取用的 那一个 就是 几率 就是我们想要去 从中取样那个几率函数本身 是个高讯 这看起来有点像高讯 还说这个是其实意思是 proposal distribution 还是我们真的不需要 proposal distribution 这样子 谢谢 哎 这样做 因为这个例子啊 他其实 只是为了比较好解说 他直接把posterior画出来了 基本上我们是不会知道posterior 我们就是在参数上面去采样 那回答刚刚你的问题就是 就我理解的话 他的确是不再需要 那个proposal distribution了 他就是直接对着那个posterior去 去采样 然后 他就是一个一个的那个 parameter去 一个一个这样去 采样出来这样子 对 不知道梁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人好抱歉 我想请问说 那我今天 如果我手上 有一个 因为Gibbs 还是算是MCMC的其中一种方法 看起来 那会有一个序列 如果现在我的序列 例如说是停留在 T这个序列 我想得到T加1这个序列的话 我要怎么去 我如果不 我不用 这个 刚刚这叫做什么 那个distribution 刚刚叫什么 pro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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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tribution的话 我想想一下哦 我想一下哦 我看一下哦 呃 呃 你的意思是說 我想一下 怎麼決定CTA1跟CTA2 就是在沒有一個Distribution的狀況下 我們去怎麼拿到CTA1跟CTA2值 下一個可能要跳多遠 我以為說會是個 我們用個 Proposal去 反正撒一下 然後看看說我們要去多遠 然後再看看那一點要不要取進來 我想一下 這個假設不是就是 你的Conditional Discussion 前提是要以致嗎 它的Functional Form是以致的 是這樣嗎 你說固定CTA2 固定CTA2你要去取CTA1 所以它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是以致的嗎 喔對 對好像就是它 有點像 有點像是說 我們的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變得有點像我們的 Proposal Distribution的 這種感覺 就是它這個是 它可能 不是整個知道 但是它在這一個點 它是 怎麼說 你就是你CTA 就是你 等一下喔 這一塊 我沒有到 我還不是非常的 理解不好意思 不過 的確像剛剛 那個 有一位 補充了它可能這個是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是 以致的狀況下 我們再去裁一個 裁一個 像這個固定CTA2 我們去裁一個 CTA1這樣子 就是它降微的話可能是會比較好做 但它降微的話可能我們算得出來 降一個微度的話我們可能算得出來這樣子 對 這方面可能 因為我這一塊我可能真的沒有 到很深 透徹的理解 可能如果有人知道的話可以補充一下 我感覺那個GIF Sampling就是 要處理 高維度的 變數的 Sampling 那它只是把它變成 它只是 簡化成一個一個的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就是說變成每個都是每次在取樣都是一維的 隨機變數 這個變數 Conditional 其他的所有的變數這樣子 所以它變一維的 一維的Density 那一維Density 這做法怎麼取樣呢 那就會又回到前面的 前面的Metro Poling 那個你剛才講的那個跳島那個 對 那個辦理模式 也是在講一維的啦 一維的就是我們可以 用這個方式把它 做出來 然後 而GIF Sampling的感覺是處理多維 多維度的Sampling 這樣子 其實Metapolice啊 它其實也是可以處理多維度 只是因為剛剛為了就是能夠畫圖 所以才會就是 就是用一維的方式來去講 其實Metapolice跟吉博斯都是 可以處理高維度問題的 對 PRML 他的觀點好像是說首先 就GIFS跟那個Metapolice 他們都是 MCMC 然後 那個感覺起來GIFS是在 把Metapolice在 窄化一點 然後Metapolice好像是一個更 Generable的東西這樣子 對沒錯沒錯就是你剛剛 剛剛講的沒有錯 他其實GIFS是 一個那個什麼Metapolice 一個Special Case 他算是更 在那個Metapolice 那一種更細的一種狀況下 更細的一種狀況 這種說法是沒有錯的 那還有其他的有問題嗎 那還有其他的有問題嗎 OK還有沒有人有任何問題 或是說有什麼 在這上面要需要補充的 可以馬上提出來一下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這個內容的部分我們就到這裡